ry 我先講一下我們這篇報導 他基本上是跟直辟明 뉴스合作 那其實是 你還其實是直辟明 뉴스 就是智欣他那邊要出一篇跟法國Open Washington有關的報導 然後我們的總兵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就來看看台灣的狀況吧 但是我們後來其實討論的結果是說 因為Open Washington這個概念畢竟是法國那邊來的 台灣他沒有辦法直接 應該說我們的報導基本上沒有那個心力可以去評斷說 台灣是不是Open Washington這件事 對所以所以我們就等於是 我們一開始想要去盤點這個台灣發展開放政府的這個線上的這個企圖 其實是有點野心太過了這樣 對對對對對我們我們發現就是連那篇報告都都被刀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我們應該是做不了那件事 對但是就是我在整個採訪的過程中 其實發生說來自雖然是公民科技社群 然後或者是說第一線的公務員 其實他們根據自己的需求跟期待 其實跟就是A路辦的目前的路線其實有一點落差 有些落差這樣對所以包括你們沒有做的 跟你們已經做的其實他們都有一些意見 對所以然後最後都會蹦出一句唐鳳不用負責嗎這樣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那我今天就是想要來我覺得就是來聽聽這邊的說法這樣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從你們大家認為你們沒有做的東西開始問好了 對就是第一個就是說其實大家會認為說現在小英政府它是大政委然後小政府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外界啊就我所知外界認為說政委的權限其實非常的大 就算不是你自己督導的部會就我所知你下面其實沒有督導任何一個部會嘛 但是他們會認為說其實你隨時都還是可以找跨部會的人來開個meeting 然後制定法規或是針對特定的政策去盯啊去關心 然後以傳達院長的意志的為名然後來落實這些政策這樣對 那其實我們會發現說開放政府這一個它其實是一個典範 它其實是在推行每一個政策的時候大家希望去有的一個 就一種態度 對對對就一個模式這樣對那但是你同時卻強調自己沒有控制權 你自己就是建議的性質那所以我會想要知道說那到底是你自己選擇不做 還是事實上你因為我們在外面看不知道嘛 我們不知道說那到底你的授權是有沒有辦法做到他們所說的那樣這樣 對 我想大政委這個確實啦就是像林卓斉老師有一系列的文章探討這件事情 不過不管是林卓斉老師的文章新新聞或者是任何其他人的文章 我想並沒有任何人把唐鳳馨形容成大政委 這個是要說明的 然後另外要講的就是說 所謂的大政委它的意思是說在那一件特定的議題上 在過去是沒有任何部會擔任相關的角色 那在這個時候確實會變成大政委 因為等於政委暫時做了一個不存在的部的部長做的事情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凡是已經有部會做的事情 那按照我們目前的行政院的運作的方式 其實政委就是在部會漏接的時候去進行協調 那這個語倉的訪談裡面已經很清楚的說明了 所以我想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把開放政府當成是一個 跟其他部會都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們可以從頭做一套東西的話 那也許可以透過就是所謂大政委的方式 來用一套完全不同方法做 但是這樣子做的問題就是說 各部會都不會學到到底要怎麼這樣做事情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部會怎麼學到 簡單來講舉例來說像在我入閣之前 我們知道說有辦過所謂的年金的博士會議 那年金的博士會議其實是一次很有趣的嘗試 他試著去讓就是直接的討論是直播的 然後也試著在線上即時的去做一些回應 然後也試著慢慢去交成各界能夠理解的這個情況 然後而且確實我們這個議題它不是只是行政院的 它也跨到了考試員 它也跨到了很多不同的包含 最後是要立法院通過包含黨團等等 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政治機制的作用 它確實不能說是行政院裡面單一部會的事情 所以用這樣的時候可能就是總統府成立了這樣子一個程序 我覺得是必要的 但是這件事情的同時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為了討論這件事情而專門設計出的一個程序 很少有人會說那任何平常普通碰到的這種日常的案子 都必須要開一個故事會議來處理 這其實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如果好比像說我們這個禮拜我們要處理的是檸檬車 就是買到了一個車之後發現它有瑕疵的退換問題 我們不可能開一個檸檬車股市會議來處理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用這樣子的特色 ad-hoc的方式做出來的程序 它就是為了解決這一件事情存在 那政委在裡面扮演的角色當然是非常的持重 萬一老師非常的花了很多心力在這個上面 但是我不覺得說它在設計這個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想像是說我們處理任何這個最近幾個案 FB詐騙 東西給予禁餘或者是所有什麼東西 都要採用這種國式會議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這並不是它設計的一個初衷 對 那所以我們想要做的其實比較是配例的一個工作 我們希望或大或小任何大小的案子 都可以用開放生活的方式做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設計的架構 它就必須要非常的反省 它就不能是這種 處理一個非常大規模的議題的這樣子的架構 那所以這是為什麼不適合農大政委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手上的議題 但是 例如說像可能最近蠻常會提到的 例如說開放政府專法 或者是說針對某一個政策 特定的政策在 例如說前瞻好了 可能它在整個討論或者制定的過程中 完全沒有人民進去參與等等的這些議題 就是說這些已經既有的特定政策 可是它可能缺乏我們開放政府的這個態度的時候 可能社群會期待的是你可以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放眼望去 除了你也沒有別人有這個角色可以來盯 或者是說來關心這件事的 對 那不一定是要像你剛剛說的 是特別去開一個什麼公司會議 但如果只是你根據 那時候你利用你的政委的身分去 去看這個政策是否有落實這件事 這件事你也沒有打算要做 沒有 因為其實像前瞻那個時候 我們也有參與討論嘛 那參與討論的時候確實也有提到 尤其像是軌道這樣子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在一開始做任何變化之前 先讓大家知道台灣所有的運聚 跟現有的公共運輸的情況 然後可能用某種模擬的方式 讓大家先有一個整體的想像 這甚至還沒有到參與喔 這只是在透明的部分 對 那但是即使是這件事情 都非常的困難 當時我記得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也有提出過說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或者是有這樣子的做法 但一方面當然我並不是交通專業 但是二方面是說 我可以理解到說 絕大部分的交通上面專業的這種討論 它是發生在一個非常高度抽象的 一個專業的一個層面 那事實上是無關 我們有沒有把這種高度抽象的技術性的東西 變成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而且甚至是可以 一下子就能夠進去 然後也做出有意義的討論的 這一種轉譯的能力 事實上當時我們討論的狀態 就是覺得說 並沒有執行這樣子的一種轉譯的一個能力 所以因此當時我在寫那個 潛在技術建設的問答集的時候 特別有講這一點 這個問答集就是 infra.pilis.tw 這個問答集裡面相關的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就是說 就是我們之前確實比較不習慣 在政策形成的最初期 就先公佈這些判準跟大家進行溝通 我們比較習慣的是 當整體計畫的大方向跟預算的確定 且通過在各子計畫開始執行前 或執行初期 是那一個計畫 那一條線 那一個就是規劃 從那個規劃去做評估跟審議 那那個部分行政部門就知道怎麼做 因為不管是環評 不管是行政程序法 不管是什麼 那個裡面有寫 但是在這個往上的那個部分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因為每個子計畫裡面 是相對聚焦的情況 公部門有這樣的情書 但是當焦局拉開 好比說全部的綠能院景 全部的數位院景 全部加起來做檢視的時候 是真的是相當困難 那另外一個困難是 在院裡面我們本身的數位化程度的不足 也就是當我們在討論這些案子的時候 絕大部分是紙本的作業 那紙本可能大家就是畫一些想法來圖這些 然後呢在上面可能用紙本加一些批註 然後呢做出來會議紀錄之後 下一次又是紙本又是紙本 那你要把這些甚至是裡面的某一案 全部都放在網路上面進行討論 幾乎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全部掃描成幾百頁的PDF 對 那這個其實在決策脈絡上面是非常難讓人一半進來的 對 所以就是說會變成說一進來的人 他先需要花非常大的認知成本 他才有可能做任何強度的討論 那所以當時院方的想法就是說 至少在送立法院之前 先把我們大概要做什麼 先出一本這個算是一個藍圖吧 讓大家討論 那這樣子之後當然外界也有相當多的批評指教 但是那個批評指教也讓事務官發現說 我們連最基本的就是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或者是說它比方說 左邊有很多快速連結啊 就是這些嘛 當時第一次就是第一波冒出來的這些疑問 並不是願意的朋友以為會遇到的 對於這些規劃的必要性 或者是這些規劃的藍圖 他到底解決什麼社會問題的疑問 大家疑問比較是 這是不是在有子孫 是不是政治綁樁 會不會是這個破欠一大堆人啊 或者是之類的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自己想像的就是有數位化的 有互動的模型 在透明的基礎上面進行長時間的討論 那個可能我們還是要先解決左邊的這些疑慮 也就是說如果一開始是在一個誤信甚至是負的 是徹底的懷疑的一個基礎上 那我們這邊拿出這些資料 很有可能是變成是說還是沒有辦法聚焦的一個情況 所以後來我的工作就主要是在至少先把這些最隱慾的部分 有一個初步的成績 但是那不是說我只能做到這樣 而是說以當時的社會氛圍如果做更多的話 實際上也有人試著做更多 但是願意用那樣的方式討論的人稍微比較少一點 但這並不是藉口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當然希望把政府評判升級 我們希望至少我們院內能夠用更多全文檢索 而不是用紙本來做事情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把這些互動式的模型 以後讓人家甚至用遠距 可能VR這種方式進行討論 那這些我們都正在開發 只是說以這個特定的案子來講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之下 實際部署這些技術感覺不出來 它能夠聚焦到什麼程度 那我想大家如果說只是針對這個案子的話 大家可能更不滿的應該是說 可能這些東西出現 可是最後他還是這麼的草率的過了這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開放政府這件事 如果他真的有那麼一點在意到民意的話 他就不應該用這麼強制性的方式 讓他就這麼過了這樣 對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對那當然這是一個案子嘛 然後包括說可能我剛剛舉的開放政府的專法 對那你有沒有要推動這件事 我們的觀察會是說 感覺上是你對自己的定位 可能就是你是一個建議性主 然後有求來你就趕快把它分到各個部會 不要讓它露結 對就等於是說你對自己的定位 好像已經不是那個要求制定什麼政策 或者是說要去介入某個部會 不過我滿好奇開放政府專法 到底它的內容會是什麼 我們在國際上也沒有聽過什麼開放政府專法 他們好像說要推開放資料專法 但是即使是開放資料專法 那也只是一個講法 像在法國他們是叫做就是數位共和法案 那在美國當然有所謂的open act 可是你如果實際去看它的內容的話 它其實是落實到 在我們這邊就會是資訊公開法 行政程序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公務委員服務法 等等的這些範疇裡面 所以在我們這邊制定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可能性是 你去修改這幾個法 而不是說你有一份特別法 叫做開放政府特別法 去概括這幾個 因為畢竟在我們的法系裡面 這個特別法 它是出了一個特殊事務的時候用的 好比像一個占行條例 好比像說一個專門的怎麼樣的一個條例 那在英美法系也許 他們是他們的那樣的做法 但在我們這邊 我們如果希望它變成 就是公務門的運作的一部分的話 那當然你去落實行政程序法 你去制定一些原則 可能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去說 你不只要人看得懂 也要結構化資料 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的立法策略 也許還更能夠變成是 能夠落實的情況 但我了解到說 當然如果我現在 應推一個叫開放政府基本法 然後裡面沒有什麼內容 這個確實是在政治能量上面 確實可以給這四個字 一個很大的能量 然後可能也可以 就是吸納民間的很多的期待 大家都許願嘛 然後放到這樣子一部專法裡面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並沒有想要 藉由開放政府四個字 來累積我自己的政治能量 所以我沒有動機做這件事情 那但是如果當然 就是有別的黨團的朋友 或者立法院的朋友 有這個動機的話 我覺得都很好啊 就是說有不同的版本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加以比較 它不一定是競爭的 它也可以是就是互相吸取的 但從我的角度 我還是覺得 是現有的這幾部法 我們在運作困難的地方 我們去修正 那如果真的需要 比如說各自法 你需要有某些特定的條文 進行調整 那我們在送禮法院進行調整 但是我不會覺得說 我喊出一個開放政府專法 或開放資料基本法 或什麼東西 對我自己的目標有任何幫助 但是我當然理解到 這對動員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也沒有覺得 用這樣動員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自己其實是 就針對這個案子 你自己是不排斥說 就這樣聽起來是路線裡不同嗎 你覺得是修現有的法為主 然後他們覺得可能是另一個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很多東西都被用行政裁人權 然後或者是政務官的意志 然後就駁回了 在需要資料的時候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需要立一個專法 讓大家 讓這個資料 該不該被公開 這件事情透明化 然後是用審議的方式來決定 這樣子 對 對 我會提這一些 主要是好奇說 因為感覺上 從你進入到行政院以來 對 你對自己的定位一向就是 自由的 你不會針對 我看一下 對嘛 就是你自己本來定義就是 持守的安娜奇這件事嘛 所以你不會特意去提出一個新的東西 對 對 就是感覺上這個設定已經跑在前面了 所以 對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 以我的角度來看 這才有可能 讓事務官覺得 這是 減低他們的風險 或者降低他們的負擔 如果我們一直去用 增加事務官的風險 增加事務官的負擔的方式去做事情 我們就會看到 KPI全部都達成 但是事實上 並沒有達到大家本來想要的效果 但是當然喊出來那個人 也許因此獲得了政治能量 但是那並不是我的希望的事情 對 剛才為什麼我特別提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開放資料 你剛說的哪些要公開哪些不要公開 本來就是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在進行的 所謂的開放資料 它講的只是你公開的時候 給它一個可以改做的授權 以及你把它的格式是用機器可讀的格式 那這兩個是比較技術上的 但是不會因為我們現在講開放資料 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說不要公開的東西 就忽然要公開了 或者這邊說必須公開的東西 就忽然不公開了 這個還是上位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你現在是想說 第一個開放政府特別法 開放資料基本法 去蓋過政府資訊公開法的這幾條 我不覺得在政府內部 就是行政體系內部 會有哪些人會覺得這好棒棒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這樣子就是兩套方法 等於說你釋出給人讀的時候 是一套邏輯 但是如果你是突然變成Excel檔的時候 是另外一套邏輯 Doc檔是一個判存 Excel檔是一個判存 這似乎不是很正確 而且我也不知道哪個國家是這樣做的 那如果在你現在對於自己這個持守的設定下 你是會願意去 假如就以這個例子好了 你是會願意去針對現有的法令做出修改嗎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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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就有一個程序 就是V台灣的程序 那這個程序裡面 社群它本來就可以提一些 它覺得公部門 應該要按照數位經濟的發展 然後進行檢討的一個法規 那所以我們這邊本來就是 就是由國泰會的發協中心 在處理這方面的法規票市 那我當然是非常願意去協助 而且甚至如果他們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看研究案 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跟院長解釋這件事情的話 之前我都就是幫忙解釋了相當多次 那這件事情也不只發生在V台灣 包含Join本來是資管處的另外一個案子 同樣的就是說 它讓大家能夠很公開的去聯署 然後包含要資料 也是很多人在上面去要資料 那不管是Join平台 Data平台 V台灣平台 我的角色實際上是類似的 就是去試著讓 覺得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可能不足的一些政務官朋友能理解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那讓事務官如果覺得這件事 風險很高 或試著想一些方法讓他們知道說 這其實長期來看風險上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這會造成承辦作業上的困擾 我們試著用一些自動化的方式 或簡化流程的方式 減少承辦的困擾 也就是說試著讓這些平台在運行的時候 是順暢的 它不是靠特定政委的意志去推動 而是靠它可以為政務官創造亮點 為高階事務官減低風險 為承辦減少工作量的這樣的情況 它才有可能真的發生 但前提都是要有個人先出來提 在這些平台上提 對嗎 就是不會由你自己本身說 好我們現在來收這一些 來收這一些 我剛進來的時候有這樣子做過 包含就是所有院電管計劃放到這種平台 或者是說所有的法規的這些預告 本來是放在公報網的 那要開出來讓大家討論等等 那但是後來自從有了PO這個網絡之後 其實各部位的朋友就會讓我知道說 我講的有些東西也許在某些部位 事實上是可行的 但在別的部位其實不可行 我要先調整一些它才會實行等等 所以自從PO網絡組成之後 到現在可能半年左右的時間 我就不會再主動提任何這個東西 我如果提的話 我是把它當作一個討論案 放在PO網絡的討論上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了 各部位都覺得至少可行 我們才會再往前這樣子 好PO的話我們等一下 會有一個地方一起再問一下 所以回到剛剛那一題的話 其實等於是說你其實自己 本身也認為自己是 可能可以有擔任大政委的時候 只是說目前看的 目前遇到的這些案子 或者是so far你不打算 讓自己以這個身分去 例如說召集一個什麼名義 應該是說在大政委的狀態 我不會待很久 像當時各個部位都不管電競的時候 我可能有一個月的時間 是電競搭政委 但是就像你看到我跟語昌說的 我在盡可能快的時間 而且有八卦版 LL版巴哈姆特 Yahoo電競的鄉民的幫助 很快就找到 各個部位應該負責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不去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就不用做別的事了 我就管電競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還想做新的事情的話 那我沒有辦法停在大政委這個角色很久 這個程序跑到大家都接到久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處理新的事情 但是會有一個 目前有的一個挑戰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例如說你擔任大政委的議題 可能就是像電競 或者是說 捨棄 對 對 的這種議題大家會覺得 你不碰危險的東西 你不碰有爭議性的東西 對 那這個 當這件事情 當這個事情被觀察到的時候 一個聲音就是說 大家就會覺得 那你很無害 就是你的存在 比如說你的存在大家會覺得 就是吉祥母 大家講這樣 就是這樣說 對那你自己怎麼會有這件事 就是對於那些已經現有的 嗯 例如說今天我訪 Town的時候 他說那個 違章工廠的資料 從來就是五年前 可能就已經有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有真的能夠 過政務官那一關 是 對 就是說這一些真的牽扯到一些 比較龐大的爭議或利益的時候 他們看不到你 嗯 真的下去 做些什麼 這樣 對那我想問問 我想就是說幾個 一個是說 電競台也未必是 那麼無害的議題 不然就不會直接弄 吵了六七年了 嗯 但是我想我比較直接回答好了 就是說 我處理的這套方法 本身是無害的 嗯 不是說我挑無害的議題來處理 而是任何議題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不會用決議的方式去處理它 嗯 我如果是用決議的方式去處理它 所有參加討論的人 裡面跟我一間不同的地方 他們就會感到被權力所壓制 那我們其實這是一般的狀況 不只是在政府裡面 在大公司裡也是這樣 在大的NGO裡也是這樣 所以說除非你不爽到一個程度 你就脫離了然後去爆料 不然的話 那個都是主席說了算 那然後而且在場的人還要陷於一種 幫主席背書的恐懼感裡面 雖然他們在會議上不是這樣講的 對那所以我就說這是一個一般性的 不透明 決策處理程序的特點 它不是任何特定的案子的特點 那我這邊處理的方法 其實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基本上是不才的事 然後我就是來開會 開會的時候每個人的字都記錄下來 然後大家十天編輯完 把那種上了頭版可能會有爭議的 這個言論改成比較溫和一點的字眼之後 所有人都公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說如果我搶著做了決定 大家看竹子稿就知道 裡面其實很多人不是這樣想 他們不會為我背鍋 那反過來講就是說 我因為如果大家還有爭議的話 我也沒有必要搶著下決定 因為這樣子對我有什麼好處 大家都看到我蠻橫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會說好 我們今天解決了這兩個部分 那剩下三個顯然還沒有共識 那對不起下個禮拜再來開會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這邊不斷的公開 網友的意見不斷進來 進來之後我就會說 網路上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想到說籃球選手解決過這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圍棋選手解決過這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慢慢事物關就會覺得 網友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非常有道理的 很文明的 當然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我不會帶到會議裡來念給大家聽 反過來講 因為我們這邊做了主自搞的編輯 所以從網友的角度來看 事物關也是很認真的 每次都有解決事情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這個版本 我也不用才是 那他就過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無名是一種 用時間換取空間的一種協調方法 所以並不是說我不碰正義的議題 而是不管什麼正義的議題 我們來 我們就是用這樣一套方法再處理 大概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邊有點沒有解決 我覺得當初別人問的問題的核心是說 當碰到比如說汽車房賺的資訊很公開 或者是像是違章建工廠的資料應該公開 這種東西涉及到利益的時候 而既有的工部門有可能他們認為 這些既有的工部門其實是被既有利益所綁架的 但是這種綁架的狀況下 一方面他不會報給你 他不會報上來 另外一方面他在邀請利害關係的人的時候 他不會去邀請那些真正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持反對密件的環保團體 或相關的NGO團體 然後這導致這種資料其實要開放 其實開放以後最主要的功能是來監督財團監督政府 但是政府的立場就不會想要主動開放 因此他們認為這種狀況下 需要政府來主動介入才能打破這個狀況 那如果我覺得他們想問的是 那第一個是為什麼唐鳳沒有發現 並且主動介入這個狀況 把他linked up 做你或是避台灣來處理 那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今天這樣的議題真的有公務人員 或者是社群跑來找唐鳳求援人 當唐鳳會怎麼來處理 不過很簡單就是說 如果你湊到5000個人 我們PO都同意 那我們就來談了 就是說為什麼我不是主動 因為我真的不懂時評計較 實價登錄 當時就是 它到底是算主建物面積還是建物總面積 這真的超過我的專業 我真的不懂這件事 那所以我當然不可能主動叫內政部來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不了解情況 這不是我選的東西 但是當這件東西 它在綜藝平台上真的5000人來登記了 而且大家也發現說 這之前真的有爭議 而且爭議是什麼呢 是這些人彼此放話 在媒體上面 他可能講了一段滿有意義的 但是媒體挑了最有爭議的一兩句 然後就讓對方很不爽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大家越隔空放話 越沒有辦法對焦的一個情況 那我至少能做的就是 把大家約來談個五個小時 然後大家就發現說 沒有啊 其實在實價登錄網站上面 去揭露實際評數的這件事情 揭露主建物面積 把它跟總面積一起揭露 沒有人反對啊 雖然你如果只看大眾媒體 看起來好像吵得很兇 但事實上沒有人反對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裡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到底我們有沒有focus 我們能不能聚焦 我們如果只看這些東西 尤其如果你只看標題 那就完了 你就會覺得這個政府黑箱 絕對不會要相關的媒體 什麼之類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大家來了這邊之後 都很文明 當然一部分可能因為知道有主自導了 就是整個社會都在看 但是另外一部分也是說 我們確實可以找到一些做法 它不讓任何人吃虧 然後讓至少一部分人的生活 做得更好 所謂的parative improvement 就是在絕大部分公共政策裡面 這種東西是存在的 只是說媒體感興趣的 可能不是這種東西 而是別的東西 那你說我要進去 跳進去這些別的東西 那本身就是沒有意義 因為這些是假議題啊 真正議題是大家可以一起聚前 做哪些parative improvement 做哪些不讓任何人吃虧 又有一些人可以因此生活 過得更好更合理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覺得我如果是聚焦在 所謂的爭議最大最魔法的地方 比如說如果當時Uber的時候 我們跳進來就說 我們來定義共享經濟是什麼 那雖然看起來很有guts 但是就完了 因為這個題目沒有辦法解決 它是非常抽象非常模糊的題目 但是如果我們每次進來是可以聚焦的 然後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推進了 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那這個就不會往回退 大家就會覺得說 OK政策這樣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不管每一項 土地食品計較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資訊揭露案 或者是恆春他們最後 把恆禮醫院這個擴充啊等等 就是都有花公部門的資源 也都有一些 improvement 但是這些 improvement 是建立在 所有在場的利益關係人 都覺得這並沒有讓我吃虧的這個建立下 但是你剛剛說你做的這些處理 它的前提就是要五千個人 然後在專業平台上面 對啊 這是在join的路程嘛 那在V台灣的話 就是你得說服主管的部會跟法協 這個跟數位經濟有關 而且值得做法規調適 目前就是這兩個主要的平台 未來也許有eternal join 那是另外一個 但如果是針對一些 我有聽到一個狀況說 有一些小數的個案 它其實是 它可能就是so far 大家還沒有意識到它是個議題 所以它可能沒有辦法到五千個人 那就要去組織啊 嗯 OK 所以你覺得就是 我是一個民意 你就要先去組織到可以 你沒有組織到這樣的話 我怎麼知道利益關係人 它是有效的出現的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五千個人 還是五個人 那這樣子我五個人 裡面要五個人來談 我怎麼知道 其他社會上其他的利益關係人 知不知道我們正在談這件事情 對 那個就是關說了 對 那如果連署到五千人 至少我們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 尤其因為中文平台 現在已經有400萬個資產人在使用 我們有一定的機率知道說 那別的方面的利益關係 應該也知道 我們正在談這件事 所以我們在中文平台上 才特別放了一個位置 請大家去把 為什麼這個連署案不應該通過 或者是不應該按照提案人 這樣的理由也告訴我們 這樣子 所以你認為在 因為有一些意見是說 其實現在許多法律 它也是有小圈圈 或者是少數人他們的想法 跟少數人的決策 然後最後先推行了 大家才一起調整它的機構性 但你認為說 他們應該是要先去 把他們的這個組織 那得先去遊說足夠的多的人 然後可能循得既有的環境 對 因為我們在做的這一套 是讓事務官跟各地的民眾 能夠更彼此了解的一個環道 所以我們現在才是確保說 當有五千人至少我們知道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有足夠多的人 願意理解這件事情 以及可能會被它不當影響的人 至少知道 我們正在討論這件事情 至少滿足這兩個條件 對 那但是如果是你剛剛講的 可能全台灣政府 本人關心這件事情 但他們通過這個 也許會造成四五千人以上的不利益 但是如果這個不是舉到一個 大家都看得到的位置的話 那這四五千人到底要怎麼發生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如果一直循著本來的 就是你所討論的那一種 Lobby的方式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確保他來了 講他的訴求之後 這一段是很透明的 完整的被記錄的 那二方面是說 我們就要開始 試著去找別的可能的利益關係 都聽清楚他們的意向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進入討論的程序 我們不能再 我都不知道其他人是誰的時候 就進入討論程序 那當然如果你是說 要我聽少數人就跳到決定 那這個我想任何政務官 都不會答應這種事情 那如果說假如今天已經有 前面這五千人的民意基礎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說 你自己說你不給決定 你不給最後的政策的可行方案 或是政策決定 那這一件事情 它要如何變成可行的呢 因為PITES的重點就是 我們是一個空間嘛 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最後還是會收到具體的問題 我們還是會收到具體的解決方案 要理解的是說 這不是我給的 這裡面應該沒有一個字是我寫的 我的工作是創造這樣一個空間 讓利益關係人能夠一起寫出 這些解決方案是他們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它其實最後是有一個解決方案 是啊 當然 那這個解決方案它的下一步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禮拜五號 比如說處理到這個解決方案 那因為這個是該管的部會的PO 都已經來了 而且承辦的業務單位 應該也是統一 這是可以的 所以至少這個在部會的理解上 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就是政治抑制 如果這個很花錢 那我就要說服院長說 你花點錢做這件事 那如果這個要花時間 那可能就要時間 法規要調適 就要送禮法院等等 那但是像這一案 它完全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它只是實價登陸網站上加幾個欄位 然後或者是公平會 再去跟內政府開一次會 決定它的一個細則 那像這種事情 其實院長就是知道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就會禮拜一去跟院長說 事實上我的政務會議的報告單裡面 有完整的包含便利貼在內的這個過程 然後我就會跟院長描述一下說 我們上個禮拜五討論的這個社會事件 我們收到了這樣子的具體可行的方案 內政務跟公平會說他們會做這些事情 那看院長有沒有什麼額外的意見 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就變成政策了 那如果院長有額外的意見的話 我會第一時間去讓各部會的朋友知道 所以現在因為我自己了解到的狀況是 有時候決議不一定只有一個 或是說可行的方案也不一定只有一個 當然 那像遇到這樣子的時候 你是直接承給院長開 然後請他決定一個嗎 是啊 那這個他的下一步 他是真的有確切就變成政策 然後實際執行的 當然 就是部會層級可以解決的 基本上院長就是指導被查 跨部會需要討論的 那當然我們就會可能再召會來討論 那而且大概也不會是我召會了 就會是那個業務相關的程度去召會 那然後如果是單一部會 但他需要一點錢 好比像說財政部 他要去做這個 那叫什麼 報稅軟體的重新開發 他需要一些支援 那這個部分就會是跟部長去討論 那有時候他不是要一點錢 而是要一點時間 好比像說 就是關稅的那個 課稅下限從3000降到2000 那我們在協作會議發現 這其實是他們說明的能力不足 他們一直沒有說到 讓大家懂 說當年3000塊是用手抄 所以3000塊以下 課到的稅其實反而倒賠 但是我們現在是機器課了 所以課得到 那為了租稅公平 不要讓大家都把倉庫放在海外 用賣回來 我們還是得降 而且會只會越來越降 這樣子 那如果這句話都講不清楚 其實你貿然做會有後座力 所以那態度就不是請 而是時間 是說本來9月要上路 而改成1月上路 那這個很需要院長點頭 因為院長先講出去了 對 那所以院長還是得點頭說 因為大家的這樣子的討論 所以我們需要納入更多美建議宣 等等 所以每一案跟院長要的東西不一樣 當然是這樣的 兩個問題就是 這一些最後的決議 他給院長 而且他同意過後 確實有執行的 這一些東西是找得到的嗎 當然 當然 他是在 他是在各部會 在救援上的真實文明 所以如果 各部會 就你還是要回去 救援平台看 是 然後如果部會 他確實有進行調整 好比像說 我們早上 才在討論的 還是我們找一些救援子好了 我覺得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你有沒有遇過 類似白爛的狀況 就是大家都決議好了 月長人都知道了 他主管都知道 但是到懲罰人手上 懲罰人他就是不想辦 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 因為 因為我們都是要懲罰人來 他如果覺得可行 那就是可行 他如果覺得不可行 他也會講 所以 這一些 這一些 但這是提點子對不對 你還在提點子 對啊 那所以 有時候不是本來 就是他需要 比較長的時間 才能夠使用 那 所以才能夠做到一個程度 那也許 這個你會覺得 他不夠快 可是至少 我們每一案都會 直到他解決維持 在我們PO約會 都是月列館 所以所有的PO每個月 要回來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 就是目前還沒做好 他們碰到什麼困難 什麼之類的 那所有這些都 都是在我們月列館的角度裡 所以就是說 他其實是有一個追蹤的機器 確保他 那這個東西外面的人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現在 外面會有一個專業是說 大家的質疑是 或者說大家的誤解是說 你們每個禮拜開會 然後最後出來的決議 首先也不是唐鳳的意志 也不是唐對 對 他有一個決議 然後送大院長大禮之後 那到底下一步是什麼 他到底有沒有真的被執行 然後執行之後 他有被追蹤 就是他那個follow out 就是這些成果外面的人看不到 所以就會覺得 不是 事實上就有啊 如果你去看機關回應的話 那他就會說 我們在協作的時候 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去財資中心酒樓啊 什麼之類的啊 然後接下來我們後續規劃 是訂了一個 家長同意書之類的 那我們不能否認的就是說 有的時候不會寫這個 讓人有一種 我看不懂的感覺 這個是真的 就是說這裡面的重點 是他們做的這件事情 對 但是前面的這些實在是 比較長 所以大家就會有一種 那是不是其實 不會什麼也沒做的 的那個感受啊 那這件事情我沒有開課 我們這個PDs的同仁 有試著讓大家 在寫回應的時候 可以比較讓大家看懂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 本來是60天之後回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除了60天之後回那一次之外 我們月管考 就是我們每個月的月會 會知道處理進度 那如果最後是真的打場了 或者是真的碰到什麼問題 他會回來這邊回應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就是在join的機關回應這邊 就可以知道 他接下來的辦理狀況 嗯 所以如果回到我們剛剛那個 假如說是爭議性的 那個違章建築案例的話 所以他就是可能來join這邊 對 然後收提案 然後進入到你們的這一套 對 OK 嗯 好 好 那我想要稍微追問一下就是 你對於 因為可能對中港 中港獨者而言 失守的安娜奇這個名詞 還是非常陌生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其實你基本上在還沒有進入到 行政院 也就是還沒進來染這一缸之前 你就已經幫自己設定是 就是失守拉娜奇這件事了 對 就是說 那為什麼你會把自己設定在 只示範 只給他們看很多好的選擇 但是卻繼續 就是你不會去 就繼續不做呢 因為你自己說 不做的你會繼續不做嗎 對 這個原因是什麼這樣 我想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的目的 我們還是要看我的 就是我的價值主張 這個價值主張 如果我們出開放政府 是為了重建這個 對民主的信心 然後來我們講一個比較大的 那它當然是建立在 大家更能夠去讓自己的主張 融合成何形的方案 這是民主的意思啊 那如果現在我要迎合一些人 對我的一些想像 反而變成是發號施令的 或者是像什麼摩西啊 走什麼方向 大家就跟著走啊 那那個是民主的反面啊 那個事實上 對這個價值主張 是毫無幫助的 那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安娜奇 那安娜奇的是一種 是一種民主思想 但是它是比較有趣的一種 就是說第一個它是直接的 安娜奇並不相信 別人能夠代表任何人去 去說任何話 然後安娜奇覺得說 任何情況下 當你有這個位階的差距 就是即使你下屬有更好的想法 但是因為上面的人會 撥回它或者命令它 那這樣子的話整體的 我們說群眾的智慧 事實上是下降的 而不是增加的 這些都是安娜奇的基本信念 那我自己是因為我政治的起盲 可能是23歲的時候 參加的第一個政治組織 忘記網路的 好比像說 Wirewood Consortium 或者是IETM 就是用安娜奇方式 組織起來的政體 所以也可以說 我只知道在那個時候 這種政體 所以所有別的政體 我都是長大之後慢慢去學的 到我也投票權還有八年嘛 對不對 所以代議民主 我是20歲才能參加 但是像這樣子的 安娜奇式的民主 我十三四歲 就已經很熟練了 對 所以應該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這一套 在尤其是面對目前 就是瞬息觸變的這種環境 這一套是有用的 那當然我並沒有說這一套 在任何地方 任何情況 國防外交都有用 我並沒有這種幻想 對 所以這個就是持守的部分 就是我不會因為這一套 很流行 或者不流行 很炫或者不炫 我就會硬去說 不適合的地方也用這一套 那再反過來講 適合的地方 我盡量要讓它成功的 這個機率提高 讓它發生的場域變多 但是今天決定 適不適合很多時候 可能是既有的 在那個體制裡面的人覺得 嗯 我不想碰 或者我自己覺得不適合 對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還是繼續在旁邊 以這種示範啊 然後不做的這種狀態的話 會不會其實就停滯了呢 不會啊 我們做教育工作 就是說你當然可以 拉著小孩的時候 強迫他做一些事 可是到最後他長大還是不會 對 就是說 你剛剛說體制裡面的人 不去使用這樣子的態度 去做事情 那這個通常我們就是說 FUD嘛 就是 Fear Uncertainty Doubt 就是恐懼 不確定跟懷疑 這三種屬於迴避系統的一種感受 對 那對於恐懼 我們當然做的方法就是示範性的教育 就是說恐懼它通常是來自於 它沒有辦法計算多少風險 對不對 那我們做過一次 讓人家看到說 風險裡面要怎麼樣 就這樣子 那恐懼就自然消失了 對 那不確定性 常常是因為它沒有方法 那所以我們就開發一些工具 然後有一些技術 那它只要等於是按個鈕 就可以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沒有不確定性 這個就很容易了 對 那它如果還有所懷疑 那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旁邊的文化 如果現在整個公民社會夠強 大家覺得說 這個就是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文化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來討論文化政策 那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是最後這個懷疑 它就可能就自動消失了 因為大家就覺得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討論文化政策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做教育工作 科學工作 文化工作 它的目的就是要對於你剛才講的 那種體制中的人 可能卡住了沒有辦法去做的事情 我並不覺得我採用一些 反而加深科層 加深這種用恐懼進行管理 用維權進行管理的方式 有助於你組成 嗯 兩個問題 等一下 兩個問題說 第一個如果不只是FUD 另外一個可能是惰性 或者是說排斥感啊 對 它就是覺得我就是不想做 或者是你就是來封我全力的 我就是不想這樣做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說 你剛剛說要用這種旁邊的文化 來慢慢感染 可是如果現在台灣的社會 對於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我們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都不知道 就是它還是在一個 就是文化的感染 當然我們知道 要從慢慢的案例的累積開始 可是如果一開始 連這種比較有力 就是說案例的成功 它可能很多時候是需要事實給力的 對 這件事你都不做的話 那你怎麼能夠期待 這個文化可以慢慢形成 OK 第一個是說你說 如果對權力被分食是不是 有所恐懼 那還是一種恐懼 不是恐懼 好 你可以說它是恐懼 分開 好 對啊 難道 對不對 因為恐懼是區壁 就是你離它遠遠的 對不對 那如果它不是懷抱的恐懼 我覺得是充滿了自信 那它對自己的權利很有自信 知道這一套不會影響到它的權利 那自然就不會排斥 OK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掌握權力的人 覺得權力會被分掉 因此而排斥 那表示它對於它掌握權力的方式 有不安全感 有不安全感 那這個是一種恐懼 沒有錯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這還是 就是教育工作可以做的事情 那惰性也是 對啊 我覺得這些都是 就是說 所謂的惰性它當然就是說 覺得這件事不好玩 就是說它已經 本來就已經很沒有力氣了 或者是很沒有做事情的方法了 或者都是榮功 所以那這個就是在懷疑的 跟uncertainty的這兩個部分 可以分別解決嗎 uncertainty是說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我去做的 到底能不能接受我的時間 那這個就是技術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技術來證明說 你這樣子做你真的是省力 那反過來講這些技術 不能讓它省力的時候 那當然就不用 那這個也是真的 對不對 那至少我話講在前面 我不是騙你嘛 就是說這個技術在某些情況下適用 那適用的時候 自然就會去用 那另外一個惰性的可能性是說 它並不是真的 就是說它比較說 這既不會讓它全力被分散 也不會讓它工作更多 可是它就是覺得 它沒有這個什麼長官指示 或怎麼樣 它不想動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就要創造一些可能性 讓它覺得說 這樣子做是亮點 這樣做會不會虛假 這樣子做會不會 會怎麼怎麼樣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是可以去做的 它只要是旁邊的 環境的 跟這件事情的內容的決定無關 我都很願意去做 但是我不願意去樂主帶跑說 我來幫你決定 所以你等於是 去展現做這件事情的利益 或是誘因 就幫它圍在旁邊 然後讓它自己願意跳下來 對啊 那你做的這些工作 它的影響力有多大呢 或者是說你是如何做這個 讓大家願意被感染的這些工作 對 我想這三個部分 可能要分開講吧 教育工作上面其實是最容易的 因為其實不需要我們給壓力 民間社會有不斷的在給事務關壓力 因為現在民間社會自行組織的緊密度 速度 品質 很多時候都已經比跟公部門的對話來得好 所以本來大家就會給公部門壓力 這個不是我造成的 那所以我們這邊去進行一些教育工作 就是再告訴事務官說 如果你用了一些好的方法的話 所有這些看起來好像是 要在馬路上面要砸你這個桌子的人 的這些不舒服的這些意見 它其實是大家看到了政治或者是政策 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只要用一些方法 這些就可以收納成 做出更好政策的signal 而不是noise 那這個是一個教育工作 而且確實也是這樣 因為大家那麼憤怒 其實很多是累積的 如果你好好聽 聽到一些有建設性的部分 像剛剛講的科興就做了 大家那個憤怒就消失了 對 所以這個教育工作我覺得是最基礎的 那它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所謂的案例教學 每一個人在工作上 因為碰到一些被挑戰 被怎麼樣的部分 我們就開一個空間 然後讓大家在這個案例中間 進行彼此學習了 那待會有這樣子的態度就好 我想要補一下就是 剛才就是有提到有一個分權 但有時候其實你知道 權力關係有時候 不是非常健康的時候 確實有些人他可能在裡面 雖然他只是蓋幾個帳單 但他希望把權力攔在自己身上 而你開放參與的真 其實就是在分他的權 那面對這種就是 健康的狀況就是一定要分他的權力出去 但是他除了不健康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又怎麼做就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有時候如果你示範了 然後他也確實才那個方式做 但是遇到也許不想討論的人 比如說上次我們知道 有摘食品或公聽客人 那件事是 但那不是我建議的 我知道那不是你建議的 從頭到尾都沒參加 但我說如果今天發生了 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建議他公開了 但是他去迎來的一定要 就是想要被隔離的人 他們也不想要聽 也不想要怎樣 然後弄到公務人員 所以他可能產生了很不好的噹水的時候 那接下來會怎麼做 那就必須要進行一些治療的工作 對不對 就是說 當大家有一個很大的作者經驗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是失敗 然後接下來就是 開始在這個失敗裡面去找出一些 我們下次怎麼樣做得更好的方法 因為每一個公共政策的議題 它都不是一群定音的 大家覺得這件事決定了 沒有啊 任何時候你可以重新提案 重新檢討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這種所謂的失敗 都是我們去進行討論 好比方說日本食品那一案 後來我們就在辦公室裡面 也包含跟PO 都討論了很多 我們下次辦這種 在實際現場公聽會的時候 如何不會被翻桌的技術 那這個就是科學的部分 研發的部分 所以我們後來就為了 減少這個不確定性 去發展了什麼 就是兩個不同的討論區域 透過直播進行討論 等等這些技術 就是希望說 也不是希望我們在凡村也真的用了嗎 接下來在澎湖也會用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地方有陳情跟媒體 他們在一個場地 認真討論的PO跟這個事務官 跟其他的定義關係 在另一個場地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避免關注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每一次失敗 只要我們能夠從裡面 找到一些下次可以做更好的部分 我想專業的事務官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玩長線的 我們不是來炒作這個政治能量 然後就跑去選舉了 對不對 那所以我想就是說 大家都有一個信心是說 會在這邊陪大家陪滿久的 那所以一兩次失敗沒有關係 我們就大方承認失敗 然後再他們更保證 那是安全的控制 可是我自己覺得說 就是說如果他的權力 是來自於資訊的不對等 那當然有竹子稿 有所有這些東西出來 本來就會讓他的這個權力 就是可能稍微分散吧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掌握 這種不對等的資訊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說 他資訊本來不是不對等的 但是就是他按照法律 按照體制 按照法規 按照習慣 就是要他做決定 我想這兩種是分開的 對 那一種是 不是依法行事 一種是 他事實上是依法行事 只是你可能對這個法規 不是很滿意 對 那前面的這一種 我覺得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覺得 自己會永生不老的發牢 什麼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如果你是真的覺得事情好的話 很多時候這樣子的朋友們 他們是覺得 如果我放出去的話 事情會變得更糟 就是說並不是他很喜歡控制權 而是覺得說 我如果一放了的話 對 就會 大家就會 就是大家想到民粹 報名 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一套 剛好是證明說 當你放一點出去 也沒有民粹 也沒有報名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放一點出去 那你如果放一點出去 就真的民粹報名了 那當然他就會握得更緊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 盡可能這個是平行的進行 而不是好像說硬去做一個程序 但是事實上就爆炸了 那這樣當然大家都是先退縮 這樣子 那後面這個部分 你可以從先生體制談起 這個我們可以談很久 對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已經超過 我作為政委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改造的是這個政體 你想要的是 就是 對你想要的是一個新的就是公務人員跟民間的關係等等之類 這個按照目前的社會狀態 你還是只能透過立法院去把它完成 對這個沒有辦法 行政院自己做了算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有點超過政委員的權限 但是我們很願意去讓這方面的聲音讓更多人理解 可是更多人理解之後 如果要好比想要讓公務員可以出公會 這個到最後還是要立法院公立 我們有沒有辦法自己說的事 但其實可能更常看到的狀況是 對權力貪婪這件事 就是說 可望擁有權力嗎 他不願意下放 那他自己本身又守著這個資訊不透明的這個資訊落差在阻擋這件事 那像是這個的話是屬於你剛剛說的 對那第一種情況 對啊 對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要回去看他的心靈 就是你外面看到的也許是貪婪 也許是專制 也許是什麼東西 但是他裡面必定有一個就是驅使他在大家都那麼不歡迎他的時候 還是繼續做這件事的原因 那我覺得我們要改變一個人他的判斷是非常困難的 但我們改變一個人的感受是相對容易的 所以如果是改變他對權力這件事的運用本身的感受 我覺得是旁邊的人做得到的 但是如果是要直接去說那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真的只有政變或者是什麼一條路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要買用暴力的方法 那這樣子就是直接去奪走他的權力 那你要買用非暴力的方法去改變客觀環境 讓他這個權力變得不太有意義 失效多中心化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當然是目前是使用這個非暴力的方法 但是裡面事實上也有暴力的成分 就是說程式碼本身其實是非常暴力的 它不像一把槍它可以除掉一個人 程式碼甚至可以除掉一些想像 就是說當你很習慣用某種把自己的決定的過程 或處理過程交給程式碼的時候 它一部分也就是讓這個東西定型化 而且它還不需要法官來解釋 對那所以當我們在導入很多自動化系統的時候 它裡面也不是沒有暴力的成分 這個暴力的成分就是在說 這件事除非你未來特別影響 就會變這樣了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你利用這個非暴力的這個手段 它可以真的落實到多廣呢 就是說現在講的應該是針對一個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可能你今天一個 我們在推開放政府的時候 然後它可能 就是我們剛剛遇到的這個案例的時候 那你難道要 你剛剛說的這些非暴力的手段 是可以在每一個有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都即時的在那裡 然後做這個制衡 或者是說做這種分別的 它只要便宜到一個程度就可以了 台灣的特色是說 我們還在這些技術 這些操作方法 這些文化 還很昂貴的時候 就來做這些事情 那隨著它技術會變便宜 然後裡面大部分需要人工來做的事情 慢慢人工就會可以幫忙做 也就是說會到某一個點 就是說就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而不是還很麻煩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 我還記得在2014年佔領的時候 直播是一件非常有專業的事情 對 但是到了現在 就大家手機拿起來 就直接開台了 那才多久 才三年而已 所以 你覺得是技術有沒有到位的問題 對啊 當然啦 就是說 就溝通的下層結構 也決定正題的上層結構 對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社群或者是說 我自己親自接觸到的一個 它想要在某一個縣市 推開放政府這個 一個公務員 他們的需求是說 就是台灣現在對於我們自己 為什麼要推開放政府 然後推開放資料 這個原因是什麼 好像沒有界定清楚 那個感覺就像是你在講 社會企業一樣 就是你在說社會企業就是 大家都認同這個理念 可是大家其實 對它的意思是什麼 對 不是非常的有概念 對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去釐清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個身為主責 開放政府的政委 應該要去做的事 那有了這件事情之後 包括我們剛剛 我剛剛提到那位 就是想推動的人 他才會覺得說 因為他現在的狀況是 他想要有一個 比較明確一點的核心進程 以及他想要知道說 他要如何去跟他的長官 或者說下面的事物關 以至於民眾去講說 到底推行開放政府 對 有什麼價值 對彼此的利益到底是什麼 但是他會覺得到現在為止 其實好像這個名詞散在空中 然後大家都各有各的理解 那他很怕他做錯了 他也沒有本去跟他的上下的層說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 這樣 當然 我想台灣已經不是 就是一個人說了算的 的這種情況 所以雖然我一上任 就提出了台灣政府 對我來講的操作顯示 然後以及就是對PO來講 我們有一本PO手冊 PO.pdta.tw 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在裡面有一些採示 但是我也理解到說 大家想到開放政府 當然都會想到透明 那但是這個透明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嚴任人數 那同樣的道理 大家都會想到有某種參與的方式 但到底怎麼樣才叫參與 也嚴任人數 這個是確實是這樣 那我自己提出來的這個想法 並不是我發明的 對就是OECD OECD的一個study 裡面OECD各主要國家 大概都同意的這套架構 對那OGP當然更早 他們就已經喊出同意參與科則 對那但是 就是我覺得 當然社群朋友也有提醒我說 就是國外的概念 尤其是英語的概念 我們翻過來的時候要翻什麼 然後要怎麼 它比方說主要的寒冷客責這兩個 就有很多人翻不同 翻數位包容 對不對 客責也有人翻 舊責問責 或者什麼之類 每一個翻法 它都是對這個概念的一個在地化的嘗試 所以也有社群朋友提醒我說 我會應該特別寫一個什麼進程 然後把它鎖定在這些字上 因為每一個縣市 每一個部會的進程是不一樣的 我也許應該做的就是拍一些短片 我們也拍了 去把大家的想像盡可能凝聚起來 但是實際落實到半年要做什麼 一年要做什麼 一年半要做什麼 可能還是每一個部會 每一個地方政府自己去設定比較好 這也是有Po網絡之前跟之後 大家會看到我的公開言論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之前我會說 那開放政府就是這樣 那到有Po網絡之後 我後來的講法就是說 這是我對開放政府的理解 但是大家 我想對於這一個狂架其實也有人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是採取OECD的方式 就是我們台灣為什麼要跟著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當然可能各部會 應該說就我所知 其實大家對於這一個 例如說核心進程的要求 其實可能沒有上瓶講的那麼細 他可能比較想要知道是說 那假如說我們今天要先用透明的話 例如說開放這樣 那我可能是先做什麼 或者說先達到哪一個目標比較好 對就是他們連這一個比較明確一點的目標 可能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我了解是非常的無力且害怕這樣 對 我想這是兩件事 一個是說OECD OGP是同一個定義 所以在國際上你只要請開放政府就是這個意思 那也沒有哪一個國家現在特別在說 我們標性利益不用這個定義 連川普政權現在都簽了這個新一階段的OGP行動方案 所以就會變成說 除非我們不想跟國際社會大交道 不然的話這是目前一個比較公認的一個架構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您所提到的就是 關於好比上說 您剛剛講到開放透明嘛 就是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好比上說願景是什麼 目標是什麼 策略是什麼 好比上說在這個策略裡面 我們對資料治理是怎麼去理解 我們幾年要發展哪些東西 然後每一個個部會它可以做哪些事情 有哪些規範 不管是在流動資料諮詢還是服務上 不管是領域的標準格式開放資料的品質 採購的時候可以使用一些標準 大家可以得了一些獎 我們能夠提供的一些高速運算的資源 然後還有有哪些學界的朋友 他們可以去合作 然後還有各地已經提出了哪些相關的應用 然後以及這個部分透明了之後 中央跟地方要怎麼銜接 然後在治理上面 怎麼讓外界的人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怎麼迷平數位落差 怎麼落實公共政策網路參與等等 我想這個在DigiPlus裡面 都已經有非常完整的說明 那所以我覺得我想一部分是說 因為DigiPlus畢竟有這些簡報 是大概一個多月以前的事情 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來凝聚 就是各界對這些的想法 所以在此之前如果會覺得比較沒有方向 那個可能是這樣吧 但是DigiPlus第一次大會之後 我們把草案也頒布了 然後簡報也頒布了 這個簡報逐字稿都頒布了 那國發會會按照這樣子的一個進程 去跟各部會的 特別是資訊相關 以及總會相關的一些朋友們去講說 那接下來的做法 以及半年一年等等 特別各要做什麼事情 就底下這些濾況大家要做的事 所以我想目前是一個已經很完整的一個roll map 尤其是在資料方面 那至於如果是在法規 或者是數位政府的服務上面 那其實同一份就是數位國家分數的檢報裡面 其實也有很完整的一個說明 那如果還覺得說 就是我們住資料裡面不夠清楚 我們也很樂意去各部會演講 或各地方政府演講 所以你會覺得說針對剛剛的那些需求 其實他們可能就藉由這個裡面的內容 然後來向他們的掌握 對對對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很多是這樣 像之前有一些部會的朋友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要 地方政府我記得 是說為什麼他在一些教學方面的一些 我就不講名字了 專案要採用開源的解決方案之類 那也是因為DigiPlus裡面 對OpenSource其實定義在DigiPlus Talent裡面 我們特別有一個 接觸一個價值就是 在學習的期間要採用開放緣 這樣他才不會被特定廠商到所住 那我們就是找出了那一頁給他 他就拿那一頁去說服他的長官說 因為我們目前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這樣寫 所以至少接下來七年就是這個態度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用的 那如果對DigiPlus覺得 哪些地方用起來不太好用 或之類的也隨時我也沒有很聯絡 所以 因為對其實我也有發生 也有發現到一些狀況是說 其實懂得利用你說的這些素材 或是這些材料去跟長官說服的人 他畢竟是小數 對 但是他好像在你的這一個設定裡面 你會就是感覺上是 你會預期大家都已經知道 可以拿這些東西來做這件事 沒有沒有 我們才剛退出啦 所以大家不知道是正常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拍短片 寫部落格 或者是提供一些我們具體可以 Demo給大家看的案例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財政部做過這件事情 清發署做過這件事情 而且這些都感覺上 就是剛剛講的嘛 就是有亮點沒風險 省力氣 那所以我想大家在導入的過程裡 就會一直回來看說 Pilis碰到的專案是哪些 那但事實上我們也理解 尤其地方政府領先我們做這些事 已經很多了 這些概念並不是我們獨創的 尤其是有資訊局的地方 政府更是做了蠻多的 那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case study 所以並不是只能應中央的 只是說如果你是在部會服務的朋友 你應中央的比較方便 就是這樣而已 OK 好 對那我自己對於你剛剛提到那個 特責的那個部分 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你自己認為現在 譬如說對唐鳳茂公司而言 我們要現在人民可以怎麼進行這一個 對 就accountability 簡單講就是說 你要有一個account 不管任何政策形成 你要有一個它之前怎麼樣 它之後怎麼樣 就政策履歷 對這樣一個說明 我把翻成政策履歷 因為課則真的不是大家平常課本上看到的詞 對 但它是為了解釋 就是hold someone to account 的這個 在英文講起來很順 在中文根本很難翻譯的一個概念 對 那hold someone to account 直翻成這邊可能就是什麼 請誰揣公 對不對 就是讓它出來 對 讓它出來說明這件事情 把前因後果講清楚 就是hold someone to account 這樣 那尤其這個對參與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課責 那大家參與來發表了一對意見 他也不知道他的意見哪些有進入決策程序 哪些沒有 他也不知道哪些有換算成回應 哪些沒有 事實上很多的參與就是有點像公定會 大家都講完之後 最後頒布的時候 並不會讓大家知道 這個公定會裡面哪些意見 因為要採納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課責 那比這個更多的 當然你也可以希望 這個課責之後又是透明的 就是當它在施行 或者實施這個計畫的時候 裡面的進度 如果它有開標案的話 它跟廠商的關係等等 這些部分又是透明的 這個透明才能夠有下一波的參與 對 那所以它是把參與跟透明 對我來講連起來的 一條線 那所以對於我們辦公室來講 我想非常容易 就是我只要主持的任何會議 任何外面的人來跟我討論什麼 不管是媒體還是關說的團體 當然都有主持稿 那我們會把用一些標籤 把相關的資資格把它串在一起 那至少讓大家知道說 這次開了一個會之後 下一場會會是什麼 這樣子 那這好像目前是只有少數可以做到這樣 那如何把這件事情可以推廣到 譬如說所有的這種政策制定的 或者就過去 那這個還是回到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讓這個技術夠普遍 有沒有讓這個文化夠普遍 然後在教育上如何減低大家對這件事的恐懼嗎 那舉例來講 我們跟我們合作比較密切的情侵法署 他在青年諮詢委員會上 接下來的網站 就是用了這樣子的一套方法 好比上說 跟我們合作比較密切的中起初 在社會企業 尤其是空總的那一案上面 就用了這個方法 讓大家本來真的各界的那個恐懼非常非常多 都稍微有點緩解 那接下來可能跟數位國家最相關的 科技回報辦公司 也會用這樣子的一套方法 去讓至少數位國家分組裡面的一些政策討論 都用這樣的方式做 那當然我們本來就已經感染了 法協跟資管處的朋友們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碰到每一個承辦機關 我們都是同一套 就絕對不會改變 那他們的業務如果決定用這一套 真的是有幫助 他們就會自己去做了 事實上我們做技術轉移之後 很少實質為運的 就就是他們自己去做 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就是碰到一個感染一個 那如果這個真的有幫助 他們也會再去感染很多人 對 但對於剛剛我們提到 就是不願 so far 還不願被感染的 可能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利用的安全 對對對 是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那個PO制這件事 對 就是這件事情 玩真的還玩假的 其實大家滿關注的這樣 對 就是首先就是PO的人選這件事情 我可能我目前聽到的狀況是說 其實大部分是事務官 全部都是常人文化 對 是事務官 那事務官的文化基本上它謹慎 它原先其實不是那個會 就是會主動提提什麼案子的人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質疑是說 它 它可能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 它可能不太知道說 到底 對 就是它民意基礎不足這樣 對 那 還有就是可能對於 一開始對於開放政府的理解不夠 對 就是等等這件事情 其實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這一個人選它真的可以達到 例如說自發提案 然後跟別人就是互相求救的這個 你的這個預期嗎這樣 我想這裡很重要的是說 為什麼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 是因為它是對新聞聯絡人 跟國會聯絡人的一種比拟 那所以為什麼需要是常人文官 是因為理論上 就像新聞聯絡人跟國會聯絡人一樣 它需要有足夠的公務員就是的授權 而且位階可能是還蠻高的前任以上 它才能夠參戰 它才能夠了解到它的部會的整體方向 如果你去找這個很低階的這個文官的話 你又不給它充足的 對次長報告的這種授權的話 它知道的其實就是它執行的那一小部分 它不要說跟國會或跟媒體聯絡了 它跟其他的部門聯絡 可能都沒有那麼大的掌握 所以說你如果要在體制裡面去推行 這種對外聯絡的事情 不管是以前的國會 剛萬年國會解散的國會聯絡人 或者新聞自由之後的媒體聯絡人 它必定是要這個階層的人 這個是跑不掉的 那當然你的關注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這個階層的人 對他來講他越往外溝通 他的風險越大 他為什麼要往外溝通 可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如果他都覺得溝通這件事情是減少風險 那他底下的所有人都可以有創新的 然後他會有一個人的 怎麼講的人幫他照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公務員很常看到 就是如果有一個夠高位階的事務官 他願意放手 願意授權 願意吸收風險 那這樣子底下的人 就會突然冒出非常多很好的想法 反過來講 如果你有一個任何創新到這邊 就被打槍 而且就把你靠幾大一檔 不管直屬還是非直屬的長官 那底下根本不會想要做任何創新 對 所以最難動的確實是這一層 但是也一定要動這一層 但是現在另外一個質疑是說 這些事務官 他到底本身在那個部會裡面的授權是如何 是 對 因為我這都是聽別人講的 對 就是有些人會質疑說 那有時候可能那個部會 根本也不知道開放政府是什麼 他就隨便丟一個 丟一個 就是隨便找一個人出來當P.O. 那他可能本身也不打算真的讓這個事務官 可以有什麼影響上面決策的 因為確實就是說 如果一個部會 他平常是不面對人民的 他比方說主計 人事 廣告 所有這些相關的一些朋友們 如果他的部會 他成立的目的 一開始就是對公務員 而不是對人民 那確實我們有看到這些部會的P.O. 有些是非常優秀 因為他個人對這個有興趣 可是有些他就永遠 永遠也不會有案子在他手上 V.T.O. 永遠也不會有案子在他手上 那這個時候 他確實就是有一種 他可能不一定是 需要專職做這件事的感覺 那這是真的 然後甚至如果他的老闆 要他專職做這件事 他也會跟我說 他就說我很困擾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事可以專職做 那我就說 那我試著幫你找一些事 但是在此之前 你可以先去做別的事 對 那所有這些對內的P.O. 我們當然是希望之後 Internal Join正式開始啟動的時候 會讓他們對內部 開始有所謂的內部顧客 也就是說這些平常不對外的 這三分之一左右的部會 就會開始因此有 知道開放政府的必要的動力 但是在有Internal Join之前 這邊確實沒有簡單的解法 這是真的嗎 對 那如果是面對政務官不願意 例如說就是不願意給予他足夠的人 跟資源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想反過來講 就是說如果政務官不給P.O. 足夠的資源 他還是要面對不特定的人 對他的政策的質疑 或者他還是得去解釋 那一個可能是說 這個部長已經覺得說 我們還會處理這一套 我們並不需要開放政府 我們是在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 我們還可以取得正當性 人民還是相信我們 那如果這個部會真的是這樣 那也沒有必要導入開放政府 所以說真的 對 所以我並不會在他真的不需要的時候 就逼他導入 但他如果其實是需要 但是他就是 我只可以直接舉了例子 像有個例子其實就是他需要 但是他莫意識到 就有個例子 因為我之前來舉了工作 然後就是警察 就警察他的執法用槍施 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警專在訓練的時候 他其實是用非常沒有人權的方式 軍隊式的培訓來做訓練 所以警察其實也不知道人權是什麼 但是台灣社會的人 因為在我們傳統教育裡面 其實我們也沒有教成是人權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你被警察盤查是很當然的 那你就是配合警察 你為什麼要抱怨那麼多 但事實上如果回到一個 民主法制的社會來看 警察要先自我揭露身分 他才有權力去盤查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需要改變的狀況 但是這件事情是 人民也需要知道改變 警政署也知道要改變 這才會如何起 但是如果說今天大家都沒有需要改變 都沒有意識到需要改變的時候 就會變成警政署一直不斷的開槍傷人 然後路上追逐撞傷人 但是大家卻一直嘲笑那些被警察違法 執法而傷害的人 不過你講的是一個社會氛圍 我們在講的是內部需求 就是完全兩回事吧 就是說好比像說警察他在執勤的時候 也有過勞的問題 或者是說之前有所謂司法警察調度條例 他們要被檢察官指揮等等這些問題 對那些他們的參與度我覺得蠻高的 內政部的PO也非常了解警察的狀況 而且我敢說我們目前的內政部長相當具有人權意識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些 當他這些客觀條件成立的時候 那些案子PO就有很多介入的貢獻 也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那像那一案調度司法警察那一案 我覺得法務部的PO當然壓力很大 可是內政部這邊我覺得表現可圈可點 他們事實上是有盤點一些東西 但是剛剛宇昌講的是完全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外面還沒有形成一種 對就是當民意基礎不足的時候 他們可能不知道說 首先他們不知道說 原來我們應該要為這件事情提案或發生 對的時候 那... 或主要沒有意識到權力的侵犯 對但是這個難道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嗎 政府應該去引導人民對建他們本來不關心的是關心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滿重要的是說 其實它完全也可以推到對於開放政府的重視與否 就是人民可能他們在既有的這種威權 或者是說資訊不透明的狀況下 他們不知道說 就是他們確實是有一些就是民意還沒有走到那 是嗎 對但是所以他們會 我不覺得啊 你如果講亞洲別的國家我也許可以同意啊 但是在台灣我覺得我們民主已經 進程已經至少到 大家覺得我投票不應該被投票 然後... 是是是 但是我們... 然後不應該貪污 但是對於一些既有的狀況 他知道說 這個... 這個是不對的 或者是說 它是... 嗯... 或是說 就是說 嗯... 我想一下喔 這其實是 以前我的NGO的各種痛苦 民間司法給的基金問題 就是比如說你要談Face 然後人民技術沒到 但是法務部長有時候突然簽一個死刑令 那這樣大家滿痛苦的 對啊 可是這其實是... 可是就是說以你的剛剛那個案子 就是Face來講 我們當然可以透過一些聚焦的討論 讓所有的利益關係人 都能夠體諒到彼此的一些見解中間 可以重疊的部分 好比像說死刑有沒有跟隨機相認有沒有 沒有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這個就是大家都可以同意那件事情 而不是每次隨機相認來的時候 大家來重新抄一次Face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幫忙的 可是 即使這個空間有了 即使有一些重疊的共識 但這個共識並不是這些創意團體要的那麼強 它是很弱的 一些共識的這件事情 難道是政府應該做的嗎 其實我覺得這邊剛好就是 其實唐夢concent的是 我在...我重新解疑也滿笑的 那唐夢這邊concent的或許就是說 當民意 當我們民意還沒有行訴出來的時候 政府不應該冒然的去 從某個角度來把這個民意推出來 或者是讓它成行 那或者是我們 或者是這個工作應該是由民意團體來完成 對啊 對啊 因為這就像補助型的社會企業一樣 如果現在政府覺得 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某兩三項很重要 然後我們就開始拼命補助社會企業 甚至說 你能夠做這兩三項的財銷社會企業 然後我們就清除非常多資源 然後等政府對這個不感興趣 或這個換人執政了或什麼 突然就把這個補助收掉 然後社會企業就倒了一堆 這政黨對社會企業有幫助嗎 對 那我不是那麼確定 那但是 因為我的政治理念是 到最後所有政府能做的事已經要能做 那就是無政府主義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過程裡面每一步 都不應該又把這種方向設定的權力 集中到政府裡面 對 但是如果對政府有那種 就是家父長式的想像的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舵 什麼東西的 那些朋友們有那樣的想像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畢竟台灣老一輩都是這樣在教的 但是我完全沒有這樣的經驗 會有一個聲音是說 許多好的政策 對 我們事後看起來好的政策 可能當初都是由小數特定的人想到 然後用有力去推的 就是說他們會說到底哪一個政策 收畫哪一個政策不是這樣子 大部分在有網際網路之後的政策都不是這樣子 對 就是說如果是民主政體 有了網際網路之後 大部分都是強調 至少要整個社會都了解這件事 那你現在一方面說 大規模的公共政策 我們應該盡可能的 讓盡可能多人來討論 就算技術還沒有到位 我們未來可能越來越讓大家能夠討論 一方面又說 不過針對某些事情 英明的領導人不用跟大家講 這也是我 那這兩個是完全背道而起的 沒錯沒錯 這也是我自己直接是會來的原因 那我再補充 可是因為我覺得又 AU解釋完後 可是我覺得又有一個很好玩的例子 就是像是美國的種族主義政策 或者是協定平面政策 這種政策當初在推動的時候 其實民間聲浪普遍都非常非常的反應 但是這是很人權的一個問題 還是他推過去以後 大家卻逐年對他的滿意度是提升的 那像這類的政策 這樣聽起來好像就會變成說 那這不會是我們做的 我同意啊 可是當時沒有忘記網路嗎 我要不斷的不厭其煩的講的是說 有忘記網路的時候跟沒有是不一樣的 沒有的時候 人民取得資訊的來源 或者你說集體行動的來源 基本上就是透過代意識 或者透過媒體 就是這兩個 只是為什麼需要 國會聯絡人跟新聞聯絡人 因為政府要跟隨民強 對這兩個不同族群的掌握程度 對 那但是自從有忘記網路之後 大家就是自己組織了 我們現在很少看到有什麼社會運動 它必須要有一個議員 或者一個主流媒體 在忘記網路上endorse它 它才發生的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念頭很奇怪 但是在80年代以前 這個念頭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就說我們是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工作 你很難拿60年代或之前的狀況 來解釋現在的狀況 可是 但難道你覺得說 有網記網路之後 就沒有這一些 應該是說 針對一些少數的 就是 少數人 現有的民意 就 就完全會去支持 可能目前只有特定 官司教特定小數人的利益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不想還是回到 就是說 如果現在有一群少數人 它可以 有一套可行的做法 或一個可行的做法 它既不剝奪其他人的利益 又對這群少數人好 那通常這個方式是會 會擴散的 這個是一定會擴散的 那通常會碰到是什麼 是說 OK 這少數人的利益 它有所增進 不過它也讓另外一群人 損失的利益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在公共言論公司 裡面打起來 對 那但是我要講說 這個目前是 不靠代議政績 不靠主流媒體 根本不靠政府 它就會發生的 言論市場跟 理念市場的 的一種競爭 那競爭到最後一定會變成競合 就是大家一開始 還虛惑不容 但是到最後就會發現說 好了 裡面有某些部分 是兩邊都覺得不錯的 這樣 那這個部分就會變成 可行的方案 而且不一定需要政府的介入 事實上 我覺得政府越不介入越好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因為我們有這樣一套 新的取得社會討論的方法 所以我更不覺得說 政府現在在這邊 從頭來做一個 既沒有這個有效 又沒有這個數幾套的人多 代表性也很可疑的方法 有什麼好處 所以就是先讓民間自己 醞釀夠了之後 對啊 所以任何創意團體來我這邊 我都是說 那你們有沒有組織起來 嗯 OK 再來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 如何讓皮歐有很多人力資源 對 是的 剛剛的回應 剛剛回應簡單來講 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周會 是 的這一案是 他的部長看中的 或甚至院長看中的 他自然就會取得人力資源 或者甚至錢 這樣 那反過來講 如果這一案 就不是那麼大的案子 那確實這只有 教育訓練的作用 我們各種不同的案子 都處理過 那這個是事實 那但是整體上來講 如何讓皮歐本身 變成一個 唐鳳在不在 都有的一個制度 我覺得這個才是皮歐最關心的 因為 我如果我不在 就沒有了 那他們現在投訴 再讀的行李下去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意義啊 對 那所以我想我們接下來 會有做兩件事吧 一個是說 我們會讓 如果他的部長 或次長很看重 但是現在這個皮歐做了一年之後 覺得他想要讓其他人來 主推我來學習 他本人的職位可能也有調整 那這樣我們可以讓他去推薦 他的下一個 這樣子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說 新一批的這個皮歐 我們會試著讓他在一個 有名文的要點 而且這個要點 很可能會跟Jong的要點脫鉤 因為我們目前是有點寄生在 Jong的要點底下 對 那但是畢竟 首先InternalJong如果上線了 那就絕對不是只有 Jong一個平台了 那第二個是說 很多部會也開始長出他自己的 更大規模的公民參與的方法 那所以Po在這裡面 目前是沒有辦法有太多角色 是因為他是重營要點 附帶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想Po必須先獨立出來 有他自己的一個要點 那在這個要點上面 再去長這樣子一個 如果你是Po 你就可以獲得怎麼樣的訓練 就怎麼樣的資源等等的 這些東西出來 那但是為什麼我們到現在才做對了 也是因為Po這些 Weekly Months Reportly的這些過程 我們是到現在才比較確定說 哪些是有益的 哪些只是形式而已 然後我們也是不斷的靠Po的回饋 來去調適這個中間每一步 要做哪些 就是我們有很多相關的文件 這樣子 那尤其這位來了之後 做了非常多德式化 就是正規化的動作 剛剛說有益跟形式是什麼意思 就好比這樣說 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之前 每週之前會填一個議題分析表 那但是以前有時候會填議題分析表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真的去 所有的相關的Po跟利益關係人 內部利益關係人一起做下來 把它go through一遍 那這樣子的話如果它填了 知道其實不會有人看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純粹形式 那我們現在在很多Po的回應之下 我們現在是這一份一定會在每一週 就是前幾天大家開一個內部會議 至少一次去把它全部go through 而且把這個盤點表 幾乎是直接對應到 剛剛你看到那個新制圖的一個版本上 也就是說在各步驟之間有一個銜接 那如果沒有銜接的 其實就會變成純形式 因為它在這部填完之後下一部用不到 那所以我想我們現在 不是現在的 之前幾個月一直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銜接的方式把它弄清楚 那等到這個清楚之後 每一部銜接就可以進入要點 它才有可能變成行政程序的一部分 而不是某個政委的想像 所以也就是說剛剛講的那個惠民倫獨立出來 是接下來會實際是比較有 就可能開放政府聯絡人什麼要選拔要點 還是什麼之類 對 然後它是本 就在那個要點裡面 本身就會有賦予它一定的資源 一定的權責 對 一定的權責 那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會有違你剛剛說的去施加一個 因為其實它 沒有 我們當然就會在樂會上提出來討論 誰要這些朋友都覺得這樣可行 但是因為這種東西它應該關心到政務官不同名是不是 對 但是我們會 對 但是就是說方向以前是 我先跟政務官談了 我再回來跟皮偶說明 接下來就這樣 大家反彈就很大 那所以現在都是反過來 是說我們有草案 政務官還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先拿去跟皮偶談 大家共筆一起修正到一個 大家都覺得至少有利而無害的情況 再拿那個去跟政務官說 那我們簽這個要點 那你會預期這個會有比較大的反彈嗎 就是這個要點 面對政務官 面對政務官應該不至於 那面對PO 可能很多PO會想說 這樣是不是它還適合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另外一個配套 就是如果他覺得多一點選擇 他不是他的質疑的一部分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下車換另外一個 為什麼你覺得對政務官而言不會有反彈 因為如果今天我是一個隨便被指派出去 無關緊要的一個事務官的話 但是今天我發現你的權利可能會有影響到我的權利的時候 那難道我不會反彈嗎 對這個就是你就要看我們這快一年來的工作紀錄 如果我們之前哪怕有一個案子 是讓政務官覺得沒有亮點而讓他砸過 如果有任何高階事務官覺得沒有降低他的風險 而讓他被起底被黑 如果讓哪怕一個承辦人覺得這個讓他永遠多了 處理不完的工作而不是只是一事的 如果有任何一個案子我們做到了這樣 現在我們就不能去跟政務官說你應該過這個要點 但是因為我敢說我們做的每一個案子都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是可行的 但剛剛的那一些沒有抵觸的東西 聽起來都很像是因為處理了滿多相對安全沒有風險的 而是這一套他真的可以讓看起來有衝突的到某個程度的 把它讓他至少能夠聚焦到一個程度 就是這是這套方法本身的能力 這並不是因為我在帶或者誰在帶 而是說當大家都想要聚焦討論一件事的時候 人本來就不會希望他砸過 反過來講就是如果你希望他砸過 那是表示你覺得這一套裡面沒有做到汗容 你的聲音進不來 沒有做到克責進來的時候會不會亂用 那就是 那就不是看法政府 你這邊要不要直接舉例 就是有哪些議題是本來其實衝突滿大 但是你這邊接手 然後把它變成相對安全的問題 我想幾乎每一個都是 但是這邊如果要聽的是比較爆炸性的話 那我想有一個很大的是恆春安 恆春安他的特性是說 本來在地就有很多不同的訴求的朋友 那就像當時來的幾位其實對於 好比想說要不要開東邊的公路等等 也都有非常不同的見解 然後而且也很容易失焦 因為他們本來要的是直升機 那但是事實上更深一層的是當地的醫療資源 尤其是重症醫療資源不足 所以它不管是在媒體放話上面 或者是在他們是請來觀光的人幫忙聯署上面 或者是之類 它都有各種其實很可能會開花的前提在那邊 對 那但是我覺得沒有開花的原因 除了當然是因為同仁們都非常認真的 用一個希望能聚焦的方式來討論之外 我覺得也是因為那一案的準備工作做得特別深厚 也就是說那一案跨部會 然後我們又碰到很強的 就是最強的幾個PO之一二三都在這一案了 所以就是說他們會事前把需要的準備工作做得非常好 以至於在那邊官員看起來不是來摸頭的 而是真的解決地方的疑慮的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對這種開五小時的工廳 還是不習慣 但是至少當它結束的時候 在場的當地的媒體或當地的倡議團體 都覺得說都有學到東西 而且也真的都有聚焦 所以不管它後面怎麼樣處理 至少它會讓之前本來號稱要 好比像說在那一條北宋的道路上面 曾經不信上身的人的排位 想要抬來這邊討論的 或者是說有別的相關的環境的抗議案 想要來陳情的 想要來拉白布條的 想要來的這些朋友們 至少都讓他覺得說 他不要干擾這個討論 對他長期上是比較好的 對 OK 好 那下一個是說 目前選擇的這些要處理的議題 就是看起來是都是 譬如說都是從重音平台來選 你說PO嗎 對 不完全 但是可以說九成九 那就是 嗯 因為其實在 就是在PO形成之前 Jone其實就有自己在處理的人 對 對 那 我有聽到一個質疑是說 為什麼只選Jone裡面的議題 然後 這樣子不會放了太多資源 在處理這個東西嗎 對 那還有就是說如果 一樣也是剛剛所講的 就是說 當這些PO他的名義基礎不夠 或者是說 人民對於開放政府都還不夠了解的時候 他們真的還能夠額外提醒其他的案子嗎 這樣 對 我想第一個是說 我們有一個案子完全是PO自己看報紙提的 對 那就是 報紙軟體案 報紙軟體案在Jone完全沒有成案 當時就沒有三個人 的時候 PO就自己提了 所以他嚴格來講不能說是Jone提案 雖然當時Jone也有人連署 對 但是除此之外 確實全部都是Jone的案子 而且全部都是國發會的PO提的 我們的規則是 任何PO都可以提任何部會的任何案子 是 但是實務運行上就只有九成九 國發會的PO在提即將成案 或快要會已經成案的Jone的案子 對 那我想這一個部分是說除了Jone之外 目前大規模的由民間設定議程的參與 並沒有要點 這個必須要講清楚 就是說Jone是有要點的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要點 但是除此之外沒有要點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本來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 依法行政的結果 就不會是他們去提案 也就是說如果你希望有別的案員的話 最好要有 最好是法律啦 但是要點也可以 這樣的東西去用 那舉例來說 像數位通訊傳播法 現在正在等待立法院的審理 如果數位通訊傳播法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有相當多的案員 是從 跟數位通訊相關的 類似V台灣現在正在處理的 這種牽涉到跨國 或者多方利益的調適案 這邊就會是另一個案員 因為它法有明明了 那或者是說 好比像說金融監禮殺核的 那件事情如果過了 那又會有 大家可能會對於這個 新的Fintech創新 到底應該怎麼討論的 一些審議的機制的需求 這邊就會進來 那或者像以後很多很多別的 但是把多方利益關係人 什麼什麼討論 寫在法裡面的 目前也只有數位通訊傳播法的草案 所以未來別的 如果這一套可行 或者金融商核可行 那也許會有更多的法案 把別的事情法有明文的說 我們要用這種方式來討論 但是目前我們真的只有這種要點 說這件事需要這種方式來討論 所以 所以就是說 因為必須要 可能要依據要點 或者是法 所以 其他的那種 零星或者是說自主的這一種 它是 現在是還沒有辦法進來的 不是沒有辦法 就財政部也提了 所以我們只能說很少見 很少見 它必須要是外界的壓力 比如說大家報不到水 一整天報不到水 然後又聽說要跟朋友接Windows店 真的 壓力已經 不管是國會或者是媒體聯絡人來的壓力 都已經排山倒海 可是這個的解決方式 又不是你說服媒體跟國會 就有用的 這種時候 開放政府聯絡人就可以出來說 但是我有解決方法 那但是這個形狀的 很少見 對 那這個形狀的少見 它 你們有 有想要如何去 讓這個東西多一點嗎 就是 不是 既有重的 這些提案 有啊 當然啊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要持續存在 新聞聯絡人或國會聯絡人 剛開始的時候 也比較真的就是 打電話的角色 是 後來大家發現說 你要推法案 你不溝通 國會跟媒體就過不了 的時候 他們才慢慢能夠參與 比較重要的會議 所以開放政府聯絡人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 如果我們創造出一些環境 讓大家覺得說 你如果沒有經過這樣子的程序的評估 那很可能民間是不滿單 如果已經到這個程度 就每案都跟報復原體一樣 那這樣子不需要我們特別一些要點 PO也會變得非常有power 反過來想 民間如果根本 對大部分的事情就不要窮 只有對特殊的這種高度衝突的人 就在要求 那我們就只有在這種情況下 或者放有免定的情況下 才能操作這套方法 所以如果民間其實 一樣回到剛剛 如果今天民意不夠的時候 PO 他可能也不會讓PO知道 他也不會齊這樣 對啊 事實上是 那縱影至少他是公平的 就是你不需要註冊立案 成一個遊說團體 你也可以去縱影上連署 即使你沒有辦法 租高鐵到台北來申請 你也可以在縱影上連署 所以我們才接得到 我們存活捧獲這些案子 那我們也都會去那邊進行討論 所以至少各地人民眾看到說 你有另外一套方法 能夠去動員國家的理念 對 那這是縱影存在的意義 但是確實非常多的議題 是沒有辦法連署到五千人 那這個就要靠Internal縱影 靠社會通訊全國法 靠各種各樣新創沙盒的什麼 各種東西 他只要在要點或法裡面 有寫要用這樣子的方式討論 那這樣子PO才會有更多的案源 好的 所以現在要決定說 哪一些重要的議題 要優先處理的這個 依據是PO自己選嗎 PO自己投票 對 PO自己投票 所以我聽得出來 這是一個我非常信任PO 以及由他們自己做主的一個設計 當然 為什麼是由他們自己投票的 因為如果大家覺得這案不適合 用這個方法處理 那我如果才是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說這個證明你搞錯了 對不對 那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讓PO自己為自己的案子 拉票或退票 那這個答辯的過程 也都在主資格裡 所以人民都可以看到說 這個案子因為PO認為高度基礎性 他們三級機關就可以處理了等等等等 所以不需要協作 或者是可能別的PO覺得說 這個真的跨部會已經逃了五年了 都沒有效果 他很希望可以協作等等 這部分是有責任的 這是可責責的 就是大家的連署哪些進入協作 哪些沒有 這個是透明的 那所以我想未來就是說 如果大家投票某一個月 就真的只有一個案子 他的形狀是適合協作的 其他因為PO慢慢賠利了 他們自己單一部會都可以搞定 那這樣我們可能就少一點時間 花在協作 而多一點時間花在 好比像說教育宣傳 或者是花在賠利 或者做別的工作房等等的這些上面 那如果避免說PO他自己本身 可能因為民意基礎不夠 或者是覺得loading太重 而想要不把這個東西當成是 目前還沒有誰因為loading太重來推的 對就是說至少他們職位都 職級都已經有一個程度了 他們如果loading中就找別人做講話 那民意基礎這部分 那民意基礎這部分 那民意基礎這部分確實 就是說如果他覺得說這個案子太大 他牽涉到黨派的鬥爭 牽涉到角力 牽涉到已經有立法委員高度關心 他覺得他不要去跟國會聯絡人 或媒體聯絡人採線 或者是走不同的方式等等 他只要講出理由 目前我們就是讓他這樣子 對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強制PO在 他覺得他ready以前去處理 大家覺得不能處理的案子 那當然如果一個案子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不會好像通過 我們是11月初才要去 那即使是爭議大的案子 像洪這個爭議其實蠻大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實現的準備 慢慢讓大家覺得 OK你只要給足夠的時間 這沒什麼可怕的 但是我們不希望是說 給他兩個禮拜 然後一個超大的案子 明明就是會爆炸 但是因為政委才是 你還是非做不可 然後爆炸 然後大家都沒有好處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違反 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是來幫大家的這個理念 最後兩個 就是說有一個聲音是說 大家會認為PD 其實用了蠻多的很大的資源 在做資訊技術的支援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這個 大家會認為是執行面上的事 可是他們會認為說 政委辦公室 不應該直接做這種執行面的事 而是可能是要定大方向 對對對 就是那你怎麼看待這個聲音 不過我想就是說 資訊技術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你做一次它就可以一直用了 所以你寫一套程式的感覺 跟制定一個政策 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當你投入使用 它變成行政程序的一部分之後 它會自己生效 它不需要你再去規劃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資訊技術 就是我剛剛說它有它的暴力性的部分 就是當它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時候 它也分享了國家暴力 對 它會變成國家跟人民互動的方法之一 對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說 我作為政委 我就不應該寫程式 我覺得如果寫程式 是我最快速的讓大家看到說 某一個東西它實際上長什麼樣子 用這種新的方式溝通 或者是大家對政策裡面的一些關鍵字 什麼是VR 什麼是IoT 什麼是AI 完全沒有想像 寫程式如果是最快 能夠讓大家馬上有第一手經驗的方式 我們就寫程式 可是它的目的不是寫程式 它的目的是讓大家在政策制定的時候 有一致的想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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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 我想像從你自己的感受出發這樣 就是 你覺得 你目前所做跟現在的社群 跟還有公務體系 它們之間的這一個落差 你覺得最主要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 為什麼好像 它們總覺得你沒有做到什麼事 或者是總覺得你在逃避一些關鍵性的議題 就是這個落差可是怎麼來 那你覺得也有辦法 我想這是台灣民主轉型的一個自然的一個情況 就像剛剛說的 會有一邊的朋友說 你權力還不夠分散 嗯 會有另外一邊的朋友說 你權力還不夠集中 那對吧 就是說 而且這兩邊 事實上你如果放在同一句裡面 它是自相矛盾的 一邊是 就是說 你如果兩邊的意見都要聽 那就是要我每天去命令別人不要服從命令 這個就是不work的 這句話本身是 是oxymoron 所以 一方面這反映了言論市場的多元性 就是對於同一件事情 有些人想要透過衛權的方式 有些人想要透過完全交付公民決定 而不是只是諮詢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按照事務官 就是PO們跟PO的同仁們給我們的意見 事務官的可行範圍的調整 是有限的 他們必須要在他們工作量能夠符合 能夠理解 而且風險不要太大提高的情況下 才能改變他們做事的方法 那但是他們很願意去 好比像說面對民眾 我們現在唯一的貢獻 跨部會的貢獻 就是很少人聽到join 或聽到公民參與的時候 腦裡浮現的是報名 或者民粹或者什麼東西 大家就是覺得這就是每個禮拜五發生的事情 對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沒什麼 就是主流化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需要先發生 我們才能夠一起去決定說 那我們這個政體要往哪個地方走 我們很難在這一件事情的主流化 就是對話的主流化發生之前 我們就說因為唐鳳到了這個位置 所以說他就要忽然變成一個這個領袖剁手什麼東西 或者是就要變成一個這個完全把諮詢性質的東西都變公民決定的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第一個這兩個是相反的 而且第二個事務官根本不可能在體制裡面運行這兩個之一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回到可行性 就是如果他有可行性 那我的email會說what's like 隨時都有非常多 尤其是公務員朋友寫信來說 這個我在報紙上面看到這個你要推什麼 那我去看你的主字寶 發現這可能會加上公務員的負擔 所以我先來告訴你 你如果去某個第一線的懲罰看 你就知道說你這個方向錯了應該要改變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怎麼樣會對 然後我就會馬上說非常感謝你的貢獻 然後我公開回答等等 就是說我有一套方法去讓事務官不會因為我做的任何事情 而蒙受這個不白的負擔 但是反過來講因為運行了這套方法 我也勢必不可能我忽然翻臉 然後說我就是要加重你們的負擔 因為我要變成一個這個人 這樣所以事實上是做不到 那沒有辦法滿足大家的期待 那我就感到遺憾這樣而已 但是事實上我沒有別的做法 嗯 所以聽起來這套做法應該是會繼續下去的 當然 OK 應該差不多我有 你自己覺得說 當你離開這個位置之後 有什麼政策 或者是說有什麼成果是會留下來嗎 現在 我想如果我們中間改變了事務官對民眾的感受 所有這些感受都會留下來 因為那是他裡面自己的東西 嗯 這個是感受 對當然是感受 對那我們如果有讓民間更了解行政院怎麼運作的 還真的有人上課就是拿主資稿出來 然後說OK 現在是行政院是怎麼樣 就如果有教育意義 那大家知道的東西不會因為我離開就不然忘記 所以就是說不管在教育上的貢獻 在科技上的貢獻 在文化上就是改變人的感受的貢獻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 它不是像經濟上面我多一個你就少一個 它不是零和 教科文的特色就是教科文都是淚加的 你學會一個東西你教我 你也不會忘記 事實上你都更會 那科學跟文化都是這樣 那所以應該是說我是處於一個 我隨時都可以消失 但是至少教育科學文化上面的貢獻 是不會消失的狀態 好 然後我有兩個問題想要問團隊的成績 但是我不太知道我願不願意你在這裡 然後在外面還有很多問題 不願意進入這個 教育科學文化的體育 沒有 因為我們PITES現在在三樓 就是在教科的處理面 所以它是每天都提醒我們 我們在這裡是教育科學文化面組 他要去找表演進來 你要找那個吧 馬克 都可以一起啊 不是要問 對對對都可以一起 所以我要獲取文化 我們今天 好 我想說 我來看看他們 那個 那個 就是在用 電腦 電腦